民进党北市议员王世坚过去在北市议会和时任北农总经理的韩国瑜唇枪舌战,但王因为收到韩国瑜女儿韩冰寄来的新年礼物,回送给韩国瑜妇女一副对表当作回礼。 媒体经问王世坚,此举是否代表他跟韩国瑜的关系不错,未来要不要也送礼物给台北市长柯文哲。 结果王说,他和韩国瑜是男子汉对男子汉,都有狭义性格,但柯文哲刚好相反,要送礼除非overmitted body。 由于王世坚送表给韩国瑜妇女,韩国瑜昨天受访时笑说赌物私人,会邀请王世坚到高雄玩,对此,王笑回,接下来要开议了,以后找时间约陈其迈一起去。 王世坚还说,不怕民进党人觉得他有恶心,因为自己这么深绿,家族三代都为台湾民主运动付出牺牲,不会担心被质疑。 虽然频频强调自己和韩国瑜政治立场不同,但王世坚也展现对韩欣欣相习的态度。 他说,他跟韩国瑜一开始是因为,在议会,吵架才认识,但他认为那吵架当时是公事公办,议员要监督市府,当时市民连着一年多好几波蔬菜水果连续涨,站在议员角色非得直询韩国瑜不可。 王世坚强调,自己跟韩国瑜之间都是公事,撇开那个,他跟韩国瑜互相很尊重,彼此没有私怨。 所以即使政治态度过去,现在,未来100%不同,180度对立,未来政治上也可能会遭遇到终须一战,但即便政敌也可以互相尊重,尤其韩国瑜女儿韩冰先送他礼物,他感到很窝心。 最后王世坚被问到会不会送柯文哲礼物,他说never,never,over my dead body。 韩国瑜跟柯文哲情况不一样,韩国瑜跟我一样,有基本狭义性格,从政是要帮助善良,对抗邪恶,柯文哲最糟糕,刚好相反,欺善怕恶,他是帮助邪恶欺负善良,所以我瞧不起柯文哲是这样啊。 忠实